Hello大家,我是蘑菇 然后今天这支视频呢只有我自己 然后很久之前,也没有很久吧 就反正之前呢我看了 然后坚果和大家一起分享的 关于他在迪士尼实习的一些经历 然后也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 所以今天这支视频呢 是我之前在动态里发过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去埃及做志愿服务的一些 相关的经历和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 然后如果大家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然后我也做了一些准备 然后也看了大家的问题 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 就是去做一些这样的尝试 然后有一些美好的回忆留下来 让我们开始吧 问题是按我想回答的这个逻辑顺序 进行了整理 然后所以我们先看 有小伙伴就问的比较多的是 要怎么申请呢 然后可能就是大家的申请渠道不一样 就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是找到了一个NGO的组织 然后这个组织是在我们学校做的比较好的 叫埃塞克 然后放在这里 然后大家也可以摆度到它的官网 他们应该是在就是很多学校 都会有自己的类似于像分舵这样的 然后会有一些学生会去组织这个工作 然后去发展啊 或者就是帮大家做咨询啊这样子的 然后就其实我不是说就是建议 大家一定要找这个组织 就只是这个组织在我们学校当时发展的 还比较成熟 然后假如你的学校没有的话 你想去我这个组织的话 你也可以到你们城市 然后其他的学校 就是它不限于就是你要是这个学校本身的人 就是你也可以是其他学校 你也可以通过这个学校的组织走 是这样的 然后或者是你想去看一些其他的项目 或者是其他的组织的东西 也OK的 然后你就只要去找到它的官网 然后觉得它是一个就是也去其他论坛啊 去看一下这些项目是不是就是优质啊 然后之前的人体验怎么样 然后你再决定 哦这个组织是不是OK 然后就是只要它是一个运营的 就时间比较久的 然后是合法的 然后就大家的体验比较好的话 我觉得都OK的 现在这种组织也很多 就是在我参加的这个组织 它是分去海外实习 然后好像还有一个leadership的培养 然后和海外志愿者这样 因为我那时候才大二 就其实我没有什么要去实习的概念 我更多的是就是想去做一些事情 想到一个新的地方 去有一些不同的体验 然后所以我选择的是做海外志愿服务这样子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想问一下需要什么条件 就是这个条件其实 比如说在一个组织里 然后它会有不同的project 就是它有不同的项目 然后不同的国家也会有很多个项目 然后每个项目的具体条件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过大概可能要求你是在校学生啊 然后会要求你就是英语能够正常的沟通啊什么的 其他的可能会就是根据项目的不同 然后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但我觉得就是正常来说大家应该都差不多 就除非它这个项目比较特殊 比如说它是教育系列的 像它可能学校你有就是一种教育学习的背景啊什么的 就有可能会有 或者是医疗啊什么的这种的 就是比较细分的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 但假如比如说你就是去什么拯救海归啊 什么这种就不会有特别的要求 然后就肯定是你要有出国的正常的 你要有你的护照啊签证啊 就正常的这些出国的东西 然后可能还会需要你的你们学校的推荐信啊什么的 这些东西就是这个组织会有他们的专员 然后会去帮你 然后会告诉你这些东西的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去那边的生活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就是埃及毕竟来说 还算是一个比较第三世界的国家 然后因为它在北非嘛 所以可能大家有很多小伙伴会比较好奇 然后也会觉得比较落后 确实它的城市化水平可能不像说北京啊 就同样是它是开罗是它首都 但是它可能就不会像北京上海这么的城市化 就通过这个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适应力非常强的人 就是它的文化背景 它是一个就那种穆斯林 现在是这种穆斯林宗教的国家嘛 就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它又在非洲 然后它的气候条件什么的 差异都很大 但是我觉得我适应很OK啊 我就是我在那就是过了一个多月 后面就非常的感觉自己非常的native 然后就还带着新来的人啊到处逛啊玩啊什么的 然后小伙伴说可以分享一下经历嘛 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从申请然后到去 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 就是首先我报名了这个组织 然后它呢会就是有一个专员会询问我 你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 更focus在工作 还是说你想去工作 然后by the way可以去玩一玩 转一转认识认识新朋友 我就是比较偏重后者的这种 然后然后它会跟进你的需求来帮你推荐一些 它觉得适合你的项目 然后你们两个也可以去就慢慢的磨合 共同的探讨 然后你碰到了你觉得OK的项目之后 然后你就把你的简历啊一系列的东西 通过邮件的形式就发给这个就是对面的这个国家 就比如说我好像当时投了埃及啊 还有东欧的两个国家 然后我因为我那时候比较想去的就是和我的文化背景差异特别大的国家 我不想去一个比如说东南亚呀什么日本韩国呀这样的国家 我觉得就是文化背景差不多 然后城市化水平也差不多 可能不是说很有挑战或者很有意思这样 所以我选择的都是一些差异比较大的国家 然后你投出去了之后呢 那边会根据你的情况就是看你的简历是不是大概符合要求 如果符合的话它会给你安排视频的面试 然后可能会面一到两文 然后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这可能跟坚果去迪士尼那个不太一样 是他在筛选你 这个有点像我们后面的找工作 就是这份工作合不合你的心 以及你符不符合 他们的要求是一个比较双向选择的东西 就是你也可以通过和他们的交流 你也可以问他你关心这个项目就是到底是怎么样的呀 或者是你比较关心的点是什么 然后通过你们交流 你会觉得这个项目适不适合你 他也觉得你适不适合他们的项目 是这样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 你们达成一致觉得互相都OK的话 然后就可以开始折手准备你的东西了 你可以办你的签证啊 护照啊乱七八糟的一系列的手续 然后可能有的国家的签证是会需要 就是那个组织给你开一些介绍信啊什么的 就是这个过程也不需要特别久 我好像办的特别快吧 我好像半个月这些东西就都办完了 然后你就可以收拾你的行当准备去了 然后去这个国家之前就大概了解一下 有什么禁忌啊或者什么的 像我去这种穆斯林国家 可能就不能带特别多的小短裤小背心这种 就尽量就上衣都是要有袖子的 起码是半袖 就不能是我们去东南亚穿的那些衣服就不太行 然后裤子就尽量是长裤这样 然后就去了 我们的这个组织是你的机票是要自己出的 然后你正常的生活费啊吃饭啊是你要自己出 就是自己cover这个费用 但是你住的地方是他会给你提供 然后包括你有一些简单的玩啊什么的 他也会就是帮助你组织一些活动啊 大家见面啊什么的 然后我刚去的时候呢是住在开罗的一个比较市中心的位置 然后那个位置是有很多外国人大家都会住在那 然后这个组织也一般都会把新来的志愿者安排在那边住 然后我去的那天刚好那边住满了 所以然后那边就住了很多的中国志愿者 然后就因为那边住满了 所以我就备合一个波兰的妹子 然后一个加拿大籍的埃及妹子 还有一个中国长度的妹子 我们四个呢就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native的社区 就不是那么国际的话 然后也没有星巴克什么的 就周围住的人都很多不会说英语的那种 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我们住在那里可能体验啊什么的 会和其他人更不一样 而且我的室友也不是就是都是中国人这样 所以可能我们之间的交流会和 就是因为中国人真的是非常抱团 就是你只要你旁边有中国人 就会自然的变成小团体 就是因为我第一天也在那个市中心跟他们住了一天 后来他们就真的是一个小团体 走到哪儿都是就是一大拨人 但是我就和我的室友 就是几个比较多元化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我们变成了一个小团体 经常一起活动 然后也会和一些意大利来的呀 就是意大利来的志愿者也比较多 然后其他国家的就是经常一起玩 或者一起做事情 大概就是这样了 我去到那边 然后那边是也会有一个大学的 就是他们当地的分部会去对接我们 然后我去开罗那边就是美国大学开罗分校 然后好像很多穆斯林国家 像什么迪拜啊 什么沙特拉伯 都会有这个美国大学什么某某分校 然后他们是一个好像就当地比较贵族的学校吧 然后就是那种学费很高 会有什么很多富二代什么的 然后总之就是一个这样的学校 他们环境也真的蛮好的 我也去做了参观什么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 就是一直想去 但是不知道哪个平台更靠谱 安全还有卫生问题 卫生问题我觉得真的还好 而且我有个感悟 就是我去了这么多国家之后 我发现无论是就是第三世界国家 还是很多东南亚国家 还是什么的 只有中国的公共的 就是商场啊什么的 机场的卫生间 只有中国的是最脏的 就是连什么埃及啊 什么泰国啊 什么柬埔寨 什么这些地方的卫生间 真的都超级干净 所以我觉得嗯 这还好 没什么担心的 我也没有出现什么拉肚子 什么吃了什么不干净东西的这种情况 然后平台 关于平台我前面也说了 我去了这个平台的问题 然后还有问英语不是很好 可以去吗 我看到很多对英语要求很高 嗯 我不太确定了 因为我的这个项目没有对我的英语要求很高 就是它只是会 它其实面试的时候有一部分 其实它就是在面试你的英语能力怎么样 或者是你究竟想去是为了什么呀 嗯你是喜欢我们的国家 喜欢的文化 或者是比如说你对什么拯救海贵啊 什么的一些特别感兴趣 然后其实它也在看它能不能够跟你就是正常的用英语 正常表达和交流 然后能不能做为一个基本的工作语言去使用 假如你就是正常交流OK的话就没有问题 而且我觉得 我最开始也是很胆怯的 然后因为我就觉得英语口语不是很好 但是其实后面你会发现 好和感相比 感真的更重要 就是和我一起去的有很多就是那种学霸学神级的人物 但是我刚去的那几天 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感的那种人 然后就那几个中国姑娘 都是我带着他们到处去吃饭干嘛干嘛的 就是可能你敢于去说 敢于去表达 你就会说的越来越好 所以就究竟说的是不是水平很高啊什么的 我觉得还OK 就起码我去的项目是没有对我有一个应急要求的 然后下一个问题呢是 想去埃及旅游要准备什么 安全吗 有什么要注意的和有什么要推荐的 这是好几个问题 要准备什么 其实我觉得还好吧 没有什么特别要准备的 我觉得埃及的旅游业也算比较成熟了 然后安全吗 我去的时候是刚刚好像他们的有一些内部政权的变化 然后我去的时候他们的有一个什么大楼 还是就是那种被烧焦的状态 还有很多政治讽刺的那种涂鸦 我也可以贴到这里给大家看 然后社会就是他们的社会是相对 中国肯定是要动荡很多 但我觉得安全来说还是挺安全的 我去的时候他们都是跟我建议说 女孩子晚上不要出去呀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 但是我后来都就是抛在了脑后 我想干嘛就干嘛 我想自己去哪逛就去哪逛 然后甚至说我在那边还认识了一个之前 在中国做DJ的一个人 然后他就是我在那边跟我的朋友说中文的时候 然后他就听到了我会说中文 然后他就加了我微信 然后后面我们就认识了嘛 然后他就就是他也挺无聊的 也不是挺无聊 然后后面我跟他认识了之后 就通过他也了解了很多其他志愿者 没有了解到的事情 我就还去了他的亲戚家里做客呀 然后一起开车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就是他们那边的人 除了旅就是那种旅游区 其他人还是非常非常纯朴的 因为坚果之前也去过埃及旅行 就是他就是那种跟团去的 然后他的印象就特别特别差 就其实我也很理解 因为我非常不对劲的两个地方 但是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去的 就是金字塔 还有那个大的集市 这两个地方的民风真的是非常差 每个国家的这种旅行圣地的民风 都好不到哪里去 然后他就是会跟你什么 帮你拍那种照片 我也拍了 然后这些小孩帮你拍了这个照片之后 就会跟你要小费 然后这个小费他还会你给一点 他还不满足 他就会一直追着你要怎么样 像那个集市也存在这样的状况 就是我觉得旅行 就是那种游客特别多的地方 都人品会差一点 但是真的他们当地居住的人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就比如说我第一天和我的朋友 到那的时候 然后我们住的那附近的吃饭的餐厅 他的那个菜单是没有图 也没有英语的菜单 就是我看的都是一堆 对吧 然后我就觉得这怎么点菜呢 然后那个小 就是他们的服务生也就是几乎不会英语 就那家店就是可能比较local 然后我们就没法点菜 然后正好那边就会有一家 就是一大桌子的人 然后在那聚餐 就大概就是有二十多岁的 三十岁的一堆朋友在聚餐 然后我就走过去跟他们说 我说我们看不懂那个菜单 然后我能不能看看你桌上都是什么 然后你能帮我点 就是这样这个东西吗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会特别热情 我觉得他们那边人真的对外国人 就是特别的热情 我觉得有点像 就是那种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人吧 就那时候我们会看到老外什么 都会特别热心的帮他们 然后就比较像那个时候 然后他就会 他说啊没关系 你可以先尝尝我的这盘 你觉得OK我再帮你点 然后他说你可能会吃不惯什么的 然后我就真的把他们一桌的菜 都尝了一口 也是非常的脸皮厚了 然后就又让他们去找那个小哥 帮我们点了菜 我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激吧 然后那时候 后来就可能因为第一天去 就建立的这个印象就是特别好的 所以我觉得就建立了一种信任 然后所以后面我也没有说很防备啊 还是怎么样 然后就是这种 就是大家都敞开心扉之后 你我觉得也你就不会遇到那么多奇怪 就假如你是一个很防备的状态 别人也是感觉得到的 所以你很防备 他也不会对你特别友好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放下一点 就是其实是OK的 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首先我非常不推荐的 就是金字塔和那个大吉士 然后我特别推荐的呢 一个是就是我觉得大家也都会去的 就是Alexandra 然后因为Alexandra那边其实它是一个地 就是靠近地中海那边的 所以它的海的整体的状况非常好 沙滩也很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最古老的图书馆 然后就是那个亚历山大的那个图书馆 然后还有一些古遗迹啊灯塔啊什么的 那些东西 但是好像那些东西是那种古罗马 还是什么时期吧 具体我也不是很了解了 我也有点棒了 然后那个地方真的很不错 然后吃的东西 然后海鲜什么的也很好吃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还经历了 就是他们当地式婚礼啊 还是就是大家有一个集会 反正大家就会坐在路边唱歌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们也很热情的邀请我 我在那边还是留下了蛮不错的回忆 然后可以在那边去租一个靠海的 Airbnb 然后非常的漂亮 然后另外一个我推荐的也是 就是靠近地中海的 这个可能是很多旅行团 假如你不是自由行的话 可能去不到的一个地方叫North Coast 然后就是北边的海边 反应过来是这样吧 反正就是North Coast 然后那边其实是一个比较富人居居去的地方 因为它就是地中海的沿海的这边 因为埃及是这样 就是上面是红海 然后这边是地中海 我觉得地中海的就是海滩的状况 确实会更好一些 然后那边是有很多富人的那个度假屋啊什么的 都在那边会有一些音乐节什么的 也可以在那租给Airbnb就是玩几天 就是像去度假的那种感觉 然后真的去深入去玩的 像下边的鲁克索啊什么的 那些是比较古遗迹的 然后鲁克索S1这些地方 然后你就是去完鲁克索和S1之后 可以坐一个游轮 然后回到红海 然后在红海那边 然后再玩几天 我个人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推荐 一定要去的是西瓦这个地方 因为我不确定是不是我去的是西瓦 因为我的那趟旅程 确实是就是跟我说的是西瓦这个地方 是我们会开一个很久很久的车 然后到西瓦这儿 然后沿路就都是沙漠 那个公路就会有点像美国的一号公路的那种感觉 你会感觉非常的平静 然后非常就是辽阔的那种感觉 然后你看一段时间车 然后会路过那种古的温泉的池子 但它其实就是一个大水泡子 然后是用砖器的那种 就是说谁爱极艳后啊什么的 也在这儿洗过澡什么的 然后因为我那趟是和我的室友 然后还有我室友的男朋友 还有几个意大利的小伙伴 我们一起去的 然后我们当时就把比基尼啊 泳衣啊穿到了T恤里面 然后我们就看到那种池子就脱了 然后就往下蹦什么 还挺疯狂的 然后蹦完了 歇息一会儿吃点东西 然后就在穿上 因为就爱极又很晒 很快就干了 然后就接着往前开 开一开还会有碰到那种 盐湖盐石的那种地方 然后就是白白的很漂亮 可能有点像就是抖音 特别网红 就是卡马盐湖那种状态 然后我们就再下车玩一玩 然后一直开 然后就开到了Seva Seva是个小镇 然后他们的那个酒店 都非常的可爱 很复古的那种 然后第二天我们就 做了就是那个land cruiser 就假如你们去过迪拜什么的 就都会开那种越野车 然后到沙漠里 然后我们去的就是 沙哈拉沙漠了 然后我们就会在 沙漠的深处看了日落 然后还捡了一些什么化石 然后在那边有一个大帐篷 然后当地人给我们做了烤鸡 然后在大帐篷里唱歌 吃饭玩啊 然后点篝火 然后用那个越野车的车载音箱 然后做背等音乐 然后在沙漠上蹦逼 反正还是很有趣的回忆 然后抬头就是 感觉贴到你脸上的银河 那种感觉 就是肉眼可见 非常就像Discovery 能看到的那种银河 然后就真的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回忆 你就会觉得 你就在天地之间的那种感觉 然后第二天早上 天蒙蒙亮的时候 你还会看到 就是那种沙漠的狐狸 在翻你们昨天吃的 烤鸡的那个骨头 就我觉得确实是一个 很难忘的经历 这个地方我是非常最最最最最推荐的 一定是要去沙漠沙漠 然后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就太阳还不是特别毒的时候 然后 你还可以在那划沙 就是像单板划雪那样 然后就一个板 然后就踩着然后下去 然后 也非常的苦 然后这个体验 我觉得也很不错 这个应该是我最最最最最推荐的 然后另外呢 就是去红海那边 然后红海那边 你就可以去潜水啊 然后可以划 那个 蒋板啊 冲浪啊 什么的 然后很多 因为它就是和欧洲 就隔着一个地中海嘛 然后所以很多欧洲人 也会去那边度假 那边真的很便宜 然后我当时住了一个 就是有私人沙滩 景色特别好 然后游泳池 然后房间服务啊 都很不错的一个酒店 然后这个酒店 我们两个姑娘一起住的 人均也就一百多块钱 然后整间房 应该就两百大几 不到三百块钱了吧 真的非常的超值 然后去那种租包游艇 出海钓鱼啊 去出海浮浅啊 也特别的便宜 具体我不记得了 反正就是我们当时 大概十个人摊下来 一个人也就 就是一百多块钱 你就玩一天 然后你就开一艘船出去 你又可以冲浪 又可以浮浅 又可以钓鱼 在上面吃饭干嘛干嘛 真的超便宜 但我不知道现在 是不是那个价格 我是14年的时候去的 还是这样的 就真的还蛮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 大家去那玩 最大的阻碍是 它的机票真的不便宜 真的不便宜 就比较贵 然后我个人是比较推荐 去做那个凯塔尔航空的 因为凯塔尔航空是转机嘛 我是去的时候 坐的埃及航空 是直飞十个小时 真的太长了 而且我是那种 上飞机就一直睡觉 我就直接睡了十个小时 连厕所都没有去过 真的挺累的 腰酸背疼 然后我回来的时候 是坐的凯塔尔航空 然后你可以去选择 那种转机时间特别长 就二十几个小时 这种转机时间 然后凯塔尔航空 是可以给你安排 免费的住在市里的酒店 然后它会有一个bus 然后你可以出关 然后到那个酒店去住一晚 然后附近晃一晃 第二天再就是回到机场 然后再从机场飞 这样中间会有个修整 会感觉好很多 然后我很有意思的是 它给安排酒店 就还挺贵的 我在booting上看 好像要七百多块钱人民币 所以我 嗯 还挺好的 而且我 和我一起住那个酒店 是当时 中国国家女子 橄榄球队的一队人 然后我当时 他们就都穿着那种红的 国家队的队服 然后我自己像一个小鸡掌 然后他们就问我 你是从哪来的 干嘛干嘛的 然后我就问 你们是从哪回来的 然后他们就是那种 刚去白西训练了 然后回来的 就是还有了一段 莫名的经历 意外的收获 就觉得还挺开心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 不妨假如时间OK的话 也可以去趁机 去卡塔尔转转 就是这样 关于在埃及怎么玩啊 什么的 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他在上海的211的 国际学院的商科读书 教育环境大部分是英语 学校有很多海外实习 留学交换 但是他从来没想过 然后身边的同学 多多少少有报名 除了交换生 然后价格都不便宜 想知道真的有用了吗 对于就业和升学 因为我自己 没有把这件事情 考虑的特别功利 我也是就是 就是在我们学校 我的学校是 北京语言大学 就是我的 所有的商科的专业课 也全都是英语的教学 但是我觉得 就说实话 我们的用的书面语 和你真的去到一个 新的语言环境里的感受 还是不一样 但是 我觉得 假如这个东西 还是看你的经济情况 就其实我应该来说 没有花特别多的钱 一个是八千块钱的 往返机票 另外我在那生活 就是要看你选择 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假如这个国家的生活费 它它的汇率 和中国来说 不是很划算的话 那它会挺贵的 我去埃及的话 应该 我在那生活一个月 和我在北京生活一个月 是差不多的 而且我还去玩了很多 然后这个费用 和我在北京正常生活 一个月的费用 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觉得就还可以 还可以接受 但是对就业和升学 是不是真的具体 有帮助的话 这个我不能 跟你说 就是特别有帮助 或者完全没帮助 这样 因为就是 假如我觉得你是想 针对就业和升学的话 我建议你去考虑 出国 就是出国是做一个 真的实习这样的项目 但是我觉得可能 志愿服务 只能说在你的这个简历上 加一点点分 但不会说很重要 看你的经济情况 假如你的经济情况 一般的话 我是没有必要 就是为了这一点点的加分 然后你会觉得 假如很有负担的话 然后还要去 但是 然后我就再加上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去了之后的成长和感悟 就是我去了之后 对我的校训 有了更好的理解 我是北京语言大学 然后我们学校的校训 是德行言语 尊重天下 和我对世界和对人 会有一种新的认知 因为我之前 也没有说 自己一个人 就即使出国旅行 可能会和爸爸 可能会和旅行团 你没有把自己 放到一个全新的环境 去生活的时候 你对自己 可能是不了解的 你原来的生活环境 可能是家庭给你的 可能是学校给你的 你那时候 不是很了解自己 就很多决定 可能也是别人帮你做的 当把你放到一个 全新的环境去的时候 你就会能感觉到 自己去做的一些选择 和你一瞬间 在紧急突发情况下 做的判断 你就会真的非常了解自己 而且你还会有 就是比如说 我们最开始 可能会对穆斯林国家 可能会对埃及 有些不有印象 甚至说 不同国家的小伙伴 你都会觉得 可能会有隔阂 可能我觉得 就出国不安全 会不会很不方便 语言什么的 但是所有的这些事情 你的担心 你的疑虑 只有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自己到哪了 你才会知道 一切的答案 然后我会觉得 就是我去到那 最大的感悟 就是deep inside 人和人之间 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 而且你要相信你自己 无论到哪 你都是可以生存下去的 无论你面对 各种各样的情况 我在那边也面对过 那种我的邻居误解 我们觉得 就是因为我们会邀请一些 男的同学 或者小伙伴 也到我们家 我会做一些中餐什么的 邀请他们来我们家吃饭 然后我的邻居就会觉得 我们是从事不良职业的女孩子 然后她会盯着我们 就是我们几点回家 几点出门 谁来了 什么这种 然后我们几个女孩子 就在家抱头痛哭 就这样的事情都经历过 但是等到一切都过去了之后 你会觉得 就是内心是非常平和的 然后你也会很珍惜 你看到了很多别人 没有看到的世界的一面 这个样子 然后这就是 可能是我最大的收获 是这样吧 就是我和更多的人去接触 然后我碰到了更多的情况 然后让我更了解了我自己 更了解了这个世界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收获 就是认识了很多有趣的小伙伴 世界各地的 然后我们在这段时间 建立了非常真挚的情谊 然后我们到现在呢 也还会有联系 像他们来中国呀 然后在就是Instagram Facebook上 我们也还会有联系 这张照片就是他们去 机场送我的时候 我们就在那边抱头痛哭 然后我一直没有说 我去做服务 是做了什么 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还有一个感受 就是只有中国人 是最靠谱的 这是真的 因为其他国家人 他们有很多国家 可能德国他们也很靠谱 但是有很多国家 就是什么意大利呀 什么埃及呀 土耳其呀 blah blah 这个国家人真的 他们的时间观念 和契约精神 没有那么好 然后最开始我选择的这个 这个项目 是一个education的项目 就是会我去教一些小朋友 我也给大家放一些照片 这是我带的小朋友 但是其实说实话 我不 假如你是真的想去做事的话 我不建议你选择 education的项目 就是你可以去做一些 其他的什么社区服务啦 或者是保护什么动植物 带星星 海归什么的 这些可能也都还好 然后反正我觉得 因为首先你选择的这个国家 假如它的英语背景 不是特别好的话 小朋友 它是英语 也不怎么听得懂 你又不会说当地话 你教它啥呢 后来我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究 我发现 你能教它的只有音乐和美术 其他的就很难了 然后就是即使我会 想让它说了解我们的国家 我们不同的国家来说 我只能放放PPP 放放视频 来去让它了解 我没法通过语言 很好的传递给它这个信息 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说 是比较鸡肋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 因为埃及人非常的不靠谱 他们时间观念不是很强 所以我去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一直在给这个组织带电话 我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工作 然后他又说 我在给你们安排 那样的 然后我好像第一个星期 就完全没有工作 然后 所以我好像就真的 有效的工作 也就两个星期吧 所以对于工作方面 我没有什么可以分享 我更多的就是文化体验 和玩玩乐乐 然后 所以呢 我现在就能想到的 就这么多 然后大家的问题 我也回答完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 其他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 就是弹幕答给我们 因为你们之前在迪士尼的 那个也有一些 很多feedback 假如 有机会的话 我和建国可以一起 坐在一块 然后有来有往的 再给你们feedback一次 所以就这样 如果你们就是时间啊 金钱啊 都允许的话 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去的 会有一个非常难忘 然后很难得的人生体验吧 就这样 超大 谢谢 谢谢